現在講一下我的教學理念 其實我的教學理念很簡單 第一件事 我要幫學生建立一個正面的態度 什麼叫正面的態度呢 就是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覺得自己是會彈到 彈得好 如果沒有這個態度 好意就放棄 好意就會覺得自己做不到 是不行的 所以我很鼓勵他們 經常跟他們說 你們是做到 你們是可以的 你們是會彈得好 第二件事 就是建立一個很紮實的技巧 好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好的技巧 你再有音樂感 亦都說不到自己想說的 彈不出來 所以要有一個很紮實的技巧 亦都是一個正確 很容易令你彈到很多東西的技巧 第三件事 就是我希望學生可以彈到很多的歌 一個大的Rap 不單止在古典音樂方面 亦都要學其他音樂的種類 這樣才是音樂的教育全面 第四件事 就是閱讀 試譜 以及聽靈的技巧 太多人忽略了這方面 其實去試譜 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令到你將來 是可以任何譜拿出來都彈到的 很容易去明白那個Style 如何去做到那首歌 其中一件事 都是跟聽靈有關係的 你聽不聽到那些東西的關係 是 第五件事 就是 去即興 以及作曲 我們不是說一些非常深奧的事 當然如果有學生想做這些事 我也很希望可以幫到他們 但重點是 一些簡單的即興的技巧 就是去做一些簡單的歌 是非常之重要 也是很好玩的 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好玩 要享受我們上課 享受去學習 是對音樂是有熱性 學習是有熱性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以上那幾件事 我都覺得很重要 每一堂 未必可以做完所有的事 很細節地做上課 但每一堂都是 綜合了這些東西去學習 所以我們這些學生 都很開心 所以夜人有時候會覺得很辛苦 為何彈也不能彈 或者是 我進步好像未如理想 但要明白一件事 進步 學習 是持續的 我們不會停止的 而且我們每一日 都可以彈得好一點 是絕對不會走回頭的 這就是第一件事 我講正面的態度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彈琴 或者課程 可以傳個電郵給我們 info at theresewall.hk 我很歡迎 和期待 大家寫給我們的內信 Cheers